我用的是那個林布蘭的粉彩 有一百多色 一百多個顏色 那在人體的肉色上面 它的變化什麼的就有非常多種 那你如果想要畫納美人的藍色也非常多種 所以它的混合啊什麼都也很好用 那甚至我最近還在考慮買法國的牌子 然後它有兩百多色 五萬塊一盒 會用到那麼多顏色嗎 還是有可能 我後來發現我的林布蘭那一盒的顏料 我用的大概只有一半的色 我還有一半的色還沒有用到 但是有一半的顏色我已經用到光了 就是我還是有一些常用的顏色 非常用色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強出的會客室 今天很榮幸請到藝術家 戴克菲戴老師 來跟我們分享他的作品 戴老師好 你好 剛剛聊到那個 粉彩 粉彩 那我看了你的作品 你大概都是以人體為主 是當初是怎麼樣一個情況下 會想以這個為切入點 還是說你一直以來 覺得人體比較好去表現 我覺得人體其實它只是一個 一個主 一個 一個 subject 一個物件 喔 物件 它是一個物件 然後 我喜歡它有自由 然後 所以我會用這樣波灑 然後 波灑的時候它會有一個 它自己的發展 就是不受控制的 它不太受控制 你要它往東還是往西 雖然有 你可以控制它方向 可是你沒辦法控制它 灑的面積 或者說它會形成的形狀 那然後 人的話呢 當你去面對那個 模特兒的時候 你面對那個模特兒 那模特兒 他們擺出來的姿勢 其實千變萬化 真的 尤其是我們最近在 模特兒上 就是它 我們就在做速寫 他們可能 每20分鐘就擺一個姿勢 那每20分鐘 換一個姿勢的時候呢 他們就會 形成另外一種的 一種角度 然後你在它四周去繞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 特別的 就是 每一個模特兒 很瘦的 還有那種比較 風雲的 對 風雲 或者說是那種 很有風情的 它會有不同的 就是它會有 不同的表現出來 就是 然後我們請的模特兒 他們擺出來的姿勢 然後我們最後定位的姿勢 然後 然後說我們 再自己去挑選 它的一個方向 那像這一張的話 其實 我說我一直想要 表現的是一種消融 就是消失 融合 因為 應該說是 女生有一些年紀了 你看那個 克林姆的話 克林姆 那個三個女人 一個很老很老 然後一個中間 一個不是少女 一個是成長出來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少女 三個女生 克林姆她的那三個階段 女人的三個階段 我覺得我在大學的時候 大概就像那個少女一樣 非常的開心 然後到了中間做女人的時候 我覺得 比較辛苦 對 就是 有一些挫折出現 然後到後來 所以其實 我就一直想要做一種消融的感覺 那像是這個姿勢 我選擇的時候呢 我剛剛好畫的是這樣的前後 而且這一張紙 我那時候潑灑的時候 確實是一張 同時潑的 同時潑灑 你看它是可以接起來的 我現在才看到 對它是同時潑灑的 所以這個是算是一張作品 你等於一把它切成 對 就是我同時潑灑的這一大張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間這個地方 然後這地方 這個他們各自的 一個破碎的一個情形 但是這個是正面反面 對 所以我先畫了這個 我不太確定 好像先畫的是後面 我先畫了後面 所以你這個 第一步就是速寫 對 先做速寫 然後速寫完了 再來呢 就噴灑這個嗎 沒有這個噴灑 我其實會在之前 就做很多張了 速寫之前嗎 對 速寫之前 我就會先噴灑很多張 這上面的肌理質感 我之前都會先做 就是做一些肌理質感上去 先把那些肌理質感 先表現出來 表現出來 對 比方說像 它是紫色跟綠色 對 然後比方說綠色裡頭又帶藍 然後紫裡頭又帶什麼 那可能就先把它這個部分處理一下 然後可能我今天心情怎麼樣 我可能就直接就拿這張去畫這 畫這張的人體 然後這個人物 對 這個人物他給我的是什麼樣的感情 什麼樣的感覺 你就抽那張出來畫嗎 對 很特別 我第一次遇到 不然這個 對 我覺得那個 等到我速寫好了 我再去畫 這個我還要等它乾 那個情感都跑光光了 當下畫的時候 你認為它是 我覺得 也只是一個物件而已 你會為什麼 投入什麼感情嗎 不會 不會 我就覺得它是一個物件 然後我主要去考量的就是說 它的這個物件的擺放 它的彎曲度 它的彎曲度 還有它這個整個身體的折 就是曲折 它可以在這個畫面裡 呈現一種什麼樣的飽滿的感情 然後還有它的色彩 是怎麼樣去搭配的 然後比方說這邊 這邊的黑 可能它就是一種灰街 在它的世界裡頭是灰街的 灰色的 然後到這邊它又有一點點 呈現一種亮 就是好像又存在 又 就是我想要它的消融的感覺 就是這樣子去表現它 所以我一直想要做的就是完全的讓它融化 一直想要讓它完全的融化 但是我覺得好像有點 我還沒有那麼成功 我覺得我還沒有那麼成功 那當初的燈光影子也是這樣子嗎 還是說你也是這樣子 燈光是就是受光面在這兒啊 暗面在這兒 光影是正確的啦 光影是正確的 然後像這張我就是基本先畫了素描 這個粉彩很好的地方就是你這個探筆 它甚至都可以遮住 所以我整個素描可能先畫完了以後 我再慢慢的上這個粉彩 粉彩 對 那這一張的話 在這張完成之後 我再去做這一張 那為什麼我會畫那個方形 我只是想說 它其實很尖銳 它是一個很尖銳的東西 可是它又不得不依靠它 我的意思是說 那時候它確實是有個東西 它是有個依靠的 是有個依靠的東西 它是依靠的東西 撐著它的手 不然 對不然它就會跌下來啦 它就會整個趴下 那個東西也是一個框框喔 當然不是 它是一張椅子 所以這邊不是空的就對了 對 這裡不是空的 空的是你把它畫出來 你把它想 它是一張 其實有腳的椅子 所以它也有一點空 但是它是有四隻腳 但是我覺得放一張椅子 那裡其實不能符合我想要傳達的東西 所以我把它改成了像這樣子的一種 一個方框 而且是銳腳 然後可能可以說它有一點點透明 所以它也符合我想要傳達的這種消融 這種消融的感覺 那然後又覺得它是銳腳的話 它其實碰觸不是那麼舒服 碰觸不是那麼舒服 然後甚至可能會感到一些疼痛 但是你又必須要去依靠 就是可能它 當它在向前走的時候 向前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 不舒服的地方 然後後的話 可能就是它在 它背後的 自己所承受的 或者說它自己要怎麼樣去放鬆的一種情感 所以在我的畫裡頭 其實我都有一點點希望是這樣子 我畫得像這樣子的小的物件 另外出現的小物件 它都會有一點點 可能就有一點像這樣子的意涵在裡面 在裡面